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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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声同气自己人 原汁原味最新闻 玩区最新闻 今晚头条昨晚都已经预告了一下 就是广阀出口放射线 二期工程A线高架桥 在昨晚的10点正式开始试运行 有了这座桥之后 以后由广州荔湾去佛山南海那边 会从以前的半个小时的车程 縮短到只需要5分钟 我们记者今天就专门去体验了一下 广阀出口放射线二期 冬起广州内环路方春纳交 向西南接通南海段 开放试运行后 记者昨晚第一时间去到现场 体验通行 11点半左右 记者见到已经有不少车辆 陆续开上新轿 我们现在就在广阀出口放射线二期工程A线高架桥上面行驶 现在是从广州前往佛山的方向 目前可以看到上面已经是有车辆在行驶了 经过这个高架桥之后 前方就是佛山南海 该航望全长辆1.6公里 单向三车道 设计时速为60公里 桥梁标准宽 让13米 全程无红楼灯 建成之后 可以实现广阀出口放射线 与内环路方春大道 西环高速 和广阀新干线的交通转换 进一步改善区别交通的拥堵情况 在我上方就是广阀出口放射线二期工程A线高架桥 A线就是广州往佛山的方向 目前已经是建好并且通车了 在我的对面就是B线高架桥 B线就是佛山往广州的方向 目前是正在施工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为了减少噪音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两边的高架桥在广州路段 都是采用的全封闭的隔音照 在广阀新干线旁 经营石材生意的张生 经常要往返广州和佛山两地做生意 他说以前从内环路广阀出口 前往广阀新干线回佛山 需要绕行广阀路 还通过方兴路等 开通之后 交通成本大大减少 现在开通了就快很多 以前就 珠江大桥下去交口 常常塞车 下面红绿灯又多 电灯车又多 现在开通了 现在过来两分钟就到了 做生意那些 拉货那些都方便很多 A线高架桥的开通 对在广州上班 住在佛山的孙生来说 每天收工回家的路不再漫长 他期待B线都可以尽快开通 平时的话我是在广州山园里做事的 住在这个贵城 来回很不方便 那么经过这条路一打通 我刚刚从那边走过来 确实是比平时要少了 大概是十多分钟 大大的会提升我们的一个出行的效率 据了解 目前B线佛山段桥梁部分结构全部完成 建设进度已达到六成 由于广站高铁 广南联络线交叉施工 该段计划和广站高铁 在2025年底前同步建成 开放B线全线交通后 佛山南海前往广州内环方向 亦可以享受五分钟速达 A线高架桥的落成通车 令我们有一种感觉 就是现在广佛之间的交通对接 已经从过去的大交通大动物 向一些毛细血管转变 而这些小小的交通网络 才是广佛两地候鸟 日常生活工作最需要用得到的 它不单止为大家提供出行的便利 更加拉近了广佛两地的时空距离 令广佛同城发展可以去到一个新的台阶 广交会一期在今天就闭幕了 在战会期间就发生了一些小的插曲 有名印度籍的客商在晚饭时间突然间心梗 幸好有医护人员及时赶到 最后成功将它救回 近日印度籍客商新格 独自来到广交会采购商品 他在印度经营一间LED屏幕的工厂 事发当日 他一直在展馆内喝谈生意 当晚8点多 他和朋友吃晚餐当时 身体突然出现强烈不适 朋友见状立即拨打一二零急九 在餐厅附近的广东药科大行附属第一医院 接到信息后 立即赶往餐厅 由于病情危急 现场没有条件进行急救措施 需要即刻送往医院进行手术 而医院的团队也做足了准备 等待患者到来 事发当晚8点36分 这名印度籍客商被送到医院门口 通过身边这条绿色通道 直接去到介入道管室做手术 从到医院门口 一直到手术成功 只用了22分钟的时间 就启动了我们的导管室 也就是我们导管室一个团队 包括我们做介入的医生 护士以及看机器的技师 那全部队伍都要在救护车赶回院之前 我们就要到位准备好了 由于新隔 今次一个人前来广交会 没有家属陪同 没有办法在手术之前 同意书上签字 医护团队就和新隔沟通 取得其同意后 立即进行手术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双线奔赴的过程 谈完之后他非常理解 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即兴的心理改善 这点非常重要 团队在这一块做的手术相对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从穿刺到郭导司 在中间大概几乎就没有什么卡点 所以才得到一个非常理想的效果 目前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 身格的身体恢复良好 他对今次中国广州之旅充满了感激 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设立了应急医疗志愿者崗位 志愿者经过红十字会医院的专业培训 旺得相关资格证书 他们亦会在广交会上为客商提供专业的应急医疗服务 卫州有位雷友 最近独自去到卫东的大南山素溪 谁知道走了六个钟 天都黑了 他都未去到山顶 而当时他已经没力了 而且没有食物 手机还没有信号 一般人遇到这样的环境 当然是绝望 这个时候他手机突然弄了个窗 而且令到整件事有了转机 但没有信号的手机可以收到什么信息 又是谁发给他的呢 示范在12号中午12点半 路友小陈独自开车从卫城区抵达卫东大南山脚下 当时小陈选择了数契探险的线路去往山顶 从地图上看 直线距离只有三四公里 在我的预测里面就是一次很轻松的旅行 就是我走过两三个小时 我就到山顶然后就下来 闭在一条数契探险的路 刚开始都挺好走 但越往上就越艰险 直到天黑他爬了六个小时 依然不见顶 最后还要当失路 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大致的灌木刺到周身伤痕 根皮力竭 带的水和食物也被消耗完 想打电话手机有没有讯号 绝望中手机的导航软件突然弹出提示 我是在山里导航的时候 高德可能是意识到我在山里面 然后他自己弹出了一个红色的框框 里面写着如果需要救援 就点击这个框框这样 然后就点了这个救援 后面就真的有三个人 他们点击了救援来救我 接到了高德地图 那个SOS的救援救援信息 联系到了那个被救者 确定了他在哪个位置 我们就分了两个梯队 一个是车救援 一个是土部救援 大概历经了三个小时左右 找到了被救者 顺利的把他送下山 然后他刚看到他的情况 他是失温的 肚子饿又没有水 所以在这一块的情况下 是比较危险的 也好人就没有什么大碍 顺利的把他送上来了 你们就是我的救命的人 非常感谢我们的帮助送线 据该导航软件公主人员介绍 今年9月 他们刚刚上线的新版本中 就包含了北斗卫星无网导航 卫星求救等功能 其中的应急求救功能 可以在各软件识别的 无路网区别范围内翻起 通过这个卫星求救功能 是可以向救援方 发送精准的位置和轨迹的 并且在群里 可以实时的沟通现状 这样可以让救援方 快速的找到求救人 最后高德地图通过平台的力量 会最大程度将求救人的信息 发送给专业的救援队 紧急联络人附近的群友 以及热心用户提高求救效率 减少等待时间 目前这个功能 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 范围内才可以使用 这次我们也是第一次感受到 高德卫星SOS的救援 是非常准确的 离被救者的地方 大概三到五米左右 素溪就是很多人都会选择的 消暑活动之一 加上他本来就有些探险的属性 所以为了刺激 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很多人都喜欢不走沉上路 救援人员常常都呼吁大家 不要走野路 不要独自上山 不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一般人 哪里有这么多自救的知识呢 当然这次我们知道 原来是有卫星救援这件事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可以捱到有人来救自己的 下面继续是 科技赋能古物新生系列策画 文字文献的记录 是文明全城的重要载体 而历史流传下来的很多古书籍 多多少少都会存在纸张老化 难以保存的问题 而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纸张酸化 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能很多人都会说 那就是宣简中和 但是上千年的纸 你中和都要讲章法 例如做下务化 鸟鸟烟雾升起 蟑螂在假常的古书籍包围 这个场景可以理解 为上长年纪的古书籍做务化 在脱离酸 避免纸张变出的同时 注入加固材料 帮纸张强身健体 我们用肉眼很难察觉 其实纸张的纤维之间充满纳粒 当中的空气和水分 会阻碍材料进入 这个无法强身法 可以令加固材料 更好地滲入 社网历史的书籍里面 我们抽到绝对真空 把毛气管里面的空气和水 全部把它抽出来 成为绝对真空以后 就像我们注射器抽血放液 为什么在静脉上打进去 它能够把血管把它装满 那就是因为里面都是抽到真空的 把它抽了以后 就会使得这个材料均匀的 能够吸收到里面去 这部智能化古籍脱酸增强装置 由制章造纸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淮南理工大学 梵慧明教授团队研发 最多可以同时处理16本书 针对纸密的不同性质 研究团队研制了15种脱酸材料 经过脱酸处理的纸张 PH值由4.87弱酸性 变为8.4弱减性 身体素质都硬成了 脱酸处理以后 它有些双腺的物质就走了 流走了 所以它这样的话 在这里放了一年多以后 就发现两个的颜色完全是不一样 一个就是原来没处理的 它是比较防的 整体来讲 字气也比较清晰 字气也比较白一些 而且它润性会更好 范慧明教授同志打交道 已经有40年 他说 我国管床的估值数量超过5000万册 其中三分一急需收复 十分一凭危破损 而清末以来的近现代文献数量 远多于估值 但由于现代造子的化工制制添加 这些文献酸化老化的情况 就比唐卫年间的估值更加严重 如果靠纯手工脱孙的模式 公期要过千年 到时可能未收复完 估值就已经烟灭 于是由2017年开始 范慧明教授团队用三年时间 计划并完成了整套处理流程 处理过程中的真空环境 还可以为估值随从 可以抽到绝对真空维持下来 使得这些虫或是成乱自暴 就成立往外暴开 成为达到一个无神害的 去对这个古籍的一个保护 目前这套科技赋能的 古籍文献修复技术 已经应用到图书馆古籍藏书 以及档案馆的资料文献保护和修复当中 而作为造子科技创新竞争力 稳居全球前三的製造造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繁卫名团队的科研成果 还为广州大典的保存提供基础 20年前广州大典开始偏站出版的时候 组委会提出至少能够保存500年 经过多方研究 最终选定棉花作为广州大典用紙的原料之一 范教授很肯定地说 不是说保存500年 再种500年都不是问题 由一本一本手工图没脱箱剂收服 到机器全自动批量化作业 古词文献的保护收服已经是next level 繁卫名认为 现代科技虽然可以对书籍进行电子化保存 但这种技术的出现不过几十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 流传到后世的 仍是实实在在的文本记录 他希望无论是什么年代的文献 都能够通过科技的力量 做到长生长寿 为后人研究提供蓝本 能够使一些善本或者孤本 能够让它流传下去 能够给它扫描 能够实现电子化 能够给大家去利用 这个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意思 就是感觉到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 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香港动植物公园最近有九只猴子离奇死亡 特区政府日前确认 他们都是死于感染类鼻椎引起的败血症 相信和本月初附近的翻土工程有关 但就强调这些细菌不会由动物传给人 亦都不会人传人 香港动植物公园上周日起 两天内有九只猴子死亡 公园暴雨类动物区继续暂停开放 香港特区政府跨部门紧急处理 经过数日初步调查 证实猴子是感染类鼻椎白黑氏菌 引致败血病死亡 排除食物中毒或甲型流感等其他传染病 相信猴子接触过受污染的土壤和泥水 而公园10月初 维修猴子农舍附近花虫底的一些灌溉用的喉管 曾经进行过翻土工程 在暴雨类动物区工作的员工 所穿着的孩子可能佔有翻土泥土 而将泥土带到在龙舍里面 又或者是其中已经受感染的猴子体内 含有高龙度的病菌 和其他猴子有亲密的接触等等 再加上类被追在灵长类动物的潜伏期 大约是一个星期 与10月初翻土后的时间是吻合 香港特区政府指 今次死亡的猴子属外来品种 根据外国经验 特别容易感染类被追菌 香港过往亦有零星动物受感染 目前涉事龙舍已被全面清洁并消毒 翻起的泥土亦已被复原 雷被追一般不会人传人 亦都不会动物传人 园区的工作人员 其实到今天他们的健康情况仍然很良好 亦都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 今次这个事件都是在单一 在一个园区里面对于一些动物发生的 一些传染病事件 暂时我们认为对于市民的影响很低 市民亦都无需过分的担心 特区政府又指会吸取经验 未来进行工程会更加小心 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香港特区政府将会邀请顶尖人才到港 特区政府就说不会设定意何为顶尖人才 至于新增的指定技术工种专才 就计划在三年之内引进一万人 条件是35岁或以下 香港最新一份施政报告继续强调要抢人才 包括由香港特区政府主动邀请顶尖人才赴港发展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指 主要由江政参局提出 再由他领导的教育 科技和人才委员会审批 签证期限应该较长 可能是一个很厉害的艺术家 可能是一个很厉害的工程师 可能是一个很厉害的医生 又或者可能是一个很厉害的生意人都未定 所以没有一个定义 因为如果有定义 就等于将我们整个范围限制了 但我们相信为数不会太多 因为这么顶级的话 我们要主动邀请他们 这些一定是人才中的人才 施政报告亦提出 新增渠道令年轻 具经验 人力极短缺的指定技术工种专材赴港 包括电梯维修人员 电工等 香港特区政府估计目前欠缺6万人 初步计划三年内引进1万人 年轻人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初步想法 要经过这个渠道进来香港的话 他要35岁或者以下 因为我们希望找一些年轻人 他可以在香港为我们的技术公众奉献他的青春 输入外奴是一个短期的解决办法 因为他不能成为香港人 其实过了两年合约 或者四年合约 他走了 他都不会留 另外 香港特区政府 提出成立100亿港元 創科产业引导基金 引导市场 投资策略性新兴和未来产业 期望5到10年内 会聚过千亿港元的投资 第16届中国 葡宇国家文化周近日在澳门开幕 本次文化周的整体规模 和过往相约 保留了之前活动中 比较受欢迎的部分 有近150人参加了开幕式 我们这个文化周 已经成为澳门地区 与我们所有这些 胡语国家社团最大的一个party 今年的文化周 除了保持了原有的这些 比较受欢迎的板块之外呢 我们也着重增加了一个新的机制 就是视听机制 是我们第六节部展 就会议行动干里的一个内容 同时也是非常有效的 能够在文化周之外的时间当中 继续推动大家相互了解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我们期待写手 胡语国家同行 发挥广电视听无特的优势 增进中国与有关蒲鱼国家的政治复兴 经贸合作 民心相通 和文明互健 做出积极贡献 开幕式后 中国广播艺术团 和蒲鱼国家演出团队 先后呈现充满角光特色的精彩高舞表演 现场气氛热烈 本届中蒲文化周重头活动 在10月17日到20日一年4日 集中在澳门鱼人码头举行 中国和九个蒲鱼国家的艺术团体 以及艺术家、手工艺人、厨师相聚澳门 展示各具等式的歌舞表演、艺术装品、手工艺品和美食 令公众一同感受多元共融的中蒲文化 现在几乎所有小区都会见到有流浪猫的身影 有很多爱心人士 间中都会想办法 希望可以帮到他们 做得最多的就是喂食 而在今天上午 廣州月秀公园就开展了一场科学投胃的活动 希望大家以后在投胃的时候 可以再规范一点点 早上九点 廣州月秀公园里面 出现了一批黄马甲 他们是猫隻外护协会的工作人员 正在组装猫咪健康饭堂 那这批饭堂的话是给到公园里面的流浪猫 去他们用餐的 那么是给市民群众跟喂猫人一个指引 希望大家把食物跟水放在这个饭堂的位置 以外的区域就不要放了 因为这样会更利于公园的保洁 马甲说 今天他们计划製造60个猫咪健康饭堂 之所以在现场製造 一方面可以发动街坊一起参与 同时还可以科普 什么是健康规范的投胃方式 长时间暴露在外的食物 会吸引老鼠、蟑螂、乌鹰、非洲大蝗牛等害虫 甚至还会引来红火蟹咬伤猫咪 而这批猫咪健康饭堂 不单可以保持食物干净卫生 还可以维持公园环境整体有罪 有时他们投放的人不一定 人多嘛 然后我们前后刚搞了以后 然后他们后面又放了 劝说我 但是他说我们没有爱心 然后现在他有这个猫健康饭堂 就应该很好 原方介绍 由于月秀公园山清水秀 周围住宅区较多 因此有不少流浪猫在这里砌色 由于不规范的投胃行为 院内不少流浪猫出现了健康问题 三年前 公园和喜喜森林展开合作 定期在院内举行领养代替购买 健康投胃、流浪猫绝育等科普宣传 截截今年8月 喜喜森林已经帮助原来90多只流浪猫进行了绝育 那现在公园的流浪猫也变得健康了、漂亮了 公园的生态环境也变好了 吸引了很多这些游客才来公园 并且拍照片、拍视频 对这些流浪猫都是非常喜爱 好了,下边时间再来看湾区快信 近日海拔4960米的西藏阿里马游桥边境检查站 上映真实版的《红出门》 随着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 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检查站附近 检查站提醒出行民众做好安全防范措施 夜间尽量避免单独外出 导拙在无人区妖道逃避边境检查 遵守边境管理区相关法律法规 阳江海警局近日在阳江南澎岛附近海壁 延续查获两艘涉嫌酒丝的船舶 查获涉嫌酒丝牛肚、牛板斤、金钱土等动品67吨 查获犯罪嫌人5名 经海警执法人员介绍 这次查获的两艘涉嫌酒丝船舶 均为普通渔船毅中移习 犯罪分子为酒丝非法货物 采用冰封、暗格等手法 企图门天过海 但最终被海警执法人员释破 目前被亮起外景仍在转一步蒸泡当中 近日在安徽省池州市石台院大燕香的白石嶺古村落 清神的薄雾笼笼罩着山间和田野 软如人家仙境 在神墓中山林的色彩显得格外鲜明 今晚节目就到这里 《湾区最新闻》 明晚继续 明晚节目是啊 明晚节目 吃饭 还有